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三个问题就是长期军备是被贪污的 举个例子 例如我们现在去做梳醒 我买到被打烟 香港几天试过 买到回来原来挡不了子弹 后来才知道 还有消防那些 防火那些不防火 无线电通讯这些是原来不行的 幸好就收你查到 大明朝这个案子 为什么我们说中国历代的军事 一到政权稳定了之后就不行了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根本很多这些余额或者设备 装备是全部被窺空的 贪污产生的问题 对 贪污产生的问题 日本在那个倭寇方面 他们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 日本听众说 日本倭寇的武器都挺精良的 原来很简单 一抢回来就分了 即不论到你说 那个皇帝自己期待了 一定是相对比较平均 分了这些钱 那如果你在战财上 其实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分了钱 那当然你会吃喝玩乐 其中一个你会买好些装备 对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 希腊去打的 那个是自备装备 所以大家一定要 自己不会贪污 不会令自己吃虧的 当然了 这个也是讲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当你为自己而打的时候 其实所有事情 你都会想得很清楚 你就不会骗自己 但是如果你说 为了一个政权而打的时候 那中间那层 一定是很大的一个贪污 所以这个形成了大家 那个 就是在那个装备上 兵器上的差别是很大的 还有大家 我为我自己打 我当然做得最好 我帮你打 又没钱收 而且我可以逃 我可以逃 黑社会说他说钱 你没钱我怎么会来 有钱就少量力 这个就很正常 大家可以用这个想法去说一件事 战役我们留下一次讲 但是那个 比如兵种的问题就是 当时 其实明前的政规军已经不行了 但是据你所知 是不是立刻关心自己 招待那班人 是啊 因为他觉得当时北边下来的那班 那班的正统军人 基本上又不能打 又没有胆 他可以说 他有一句话 他说 就是伪高 那个胆是大的 那如果这班人伪不高 胆小 就没什么搞的了 所以后来他就回复了 在他 在二污那边 浙江那边 浙江那边的农民 浙江那边 浙江那边 他用这些农民 他不用色字读书那些 因为他多罪 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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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些农民没那么多东西说 比较努力一点 便宜一点 比人民便宜 但是我对这个说话 我有点点质疑 为什么呢 在明朝来说 那边幻都存不在 特别在北方 你对着虽然没有人走了 但其实他再下来那些 他打 因为我们没有说 土无抱之变 没有皇帝的俘虏 就是说几十万人和他打完 穿输了 所以我觉得他当时明朝 如果还有一些叫精蕊的部队 就在北边那边 打了在北边 就是在明朝和蒙古之间的边界那边 那些我觉得是可以打的 但是他就不会拿出来走去 跟倭寇打倭寇 因为为什么呢 拿来这边 那边有什么事 直到北京 始终因为沿岸那边是南方的问题 对于这个朝廷来说 就不是说生死存亡 不是带众事 他虽然说有人打到南京的大 南京是陪刀 陪刀意思就是 在他明朝的时候 他有两个首都 真的首都在北京 南京那边就无厘头 做一个假的 那些官都在那裡 就是跟他做一个翻版的 但是他几十人可以打到南京 但是后来都死了 因为实在太远处 那这个就是兵种那里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武器 那武器呢 其实就是 就是倭寇那边是不止日本刀的 有箭 还有它有枪 那时候应该叫做鸟冲 鸟冲 就是日本人叫做火城枪 火城枪 那明朝这边也有的 但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 即是光它 它下了很多力 比如功夫 是 是 槍 中国传都没有 但是槍那里 就是所谓的鸟冲 鸟冲 它试过 是自己会爆的 是的 所以 你见到日本人用火城枪 就是摆在头上来描 就是这样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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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那边用鸟冲 放在腰里 因为怕蛇吹起来 怕爆 怕爆 怕它可以爆 放在头上爆 死定了 都是放在底下 是不是好笑 但是它 即是光他放了那么多心情 他们反而就 很奇怪 就是改善不了 那些槍的质素 是 这个在八十五年 它有比较详细的 就是说 说到真的打的那些 有两个部分 其一就是兵器 就是士兵 其二就是鱼央陣 Eric就做了一些研究 那兵器的差别方面 就是日本刀 就一埋伸 最初打 连戚光都害怕 是 就完全基本上无法打 戚光是死了 他自己觉得这些很厉害 你怎么解释这个 因为他们 其实说到日本刀 如果你有练过 你发现日本刀的打法 是很简易的 那个杀伤力很高 差不多一刀就是一个 不需要像看电影 打几十轮都没得到 而且人家很疼刀的 不会拿刀来砍的 即不会隔 不会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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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崩了 就是不理的 人家很少这样 人家一一下便到 不会隔隔隔隔 几 diez都没隔隔隔隔隔隔隔 所以你就 ref , Ark~? 让人家immunlisted 那些人想要�ine 其实是可以的 所以这种刀法 打貌 我想是对这麽 owner计刑钢时的 刀来说 其实钢不是学生吧 他们就不是说不学生 他们已经到过去 那麽在地那样 在不同的地方 而藉来到了很多不同的 当时在中国不同地方的武术 由短打、長拳、八江十二游、琴拿、鷹爪、踢腿 他全都認識的,但見到日本刀就… 他說他不是不認識,但見到日本刀也很害怕 不過他有一句話,他很好的 曾經說有一件事真的好,他說國家國家都好 不過有些有償無下,有些有償無上 不過最好是怎樣呢,國家都學一下,不要學死一家 但他見到日本刀那麼厲害之後 所以後來他因為這樣,就創造了新醜刀法 來對付日本刀,所以他又不是說沒什麼 但所謂刀,我們可否解釋清楚 其實日本刀是劍還是刀來的? 是刀來的,不過他叫劍而已 他們很有趣的,跟我們叫的東西有些不同 我們叫劍是雙鋒的,但是他那一刀是叫劍的 他們好像…他們那些刀法、劍法 他們叫做兵法的 我們心裡想兵法是另一些東西 孫子兵法那些是說的 他那一刀是兵法的 但是中國也有大刀的? 中國大刀重很多 但是為什麼跟日本刀… 因為我們中國也有刀很直的 彎的程度比較少些 大部分是直的 變成劍到人身上很容易拙刀 即是肉和骨頭會拙著刀 日本刀其實基本上是彎的 其實是彎刀來的 不過他彎的角度比較長些 其實整支都是糊的 然後他下刀下去的時候 那刀本身中間是一個漲起的 然後刀鋒好你… 對,中後,中間後 那變成呢 他一下刀的時候 只要他夠速度的話 前面夠鋒利 他基本上任何東西都削開了 然後他中間就迫開你那些阻礙 就不會斬到它 絕著刀也拔不出來 那他一下刀的速度 就可以很快滲開了你這個人 所以你劈了兩句就可以 所以日本現在有一些… 就是叫做施斬 就拿了鎮刀 你上網也看 有一個師傅出名的 他出刀那個快 他放一支竹在那裡 原林隊的一支竹在那裡 他可以四下 那支竹被他斬了四個角 那支竹是不會掉下去的 對,我也看過 那你這樣想 那刀其實有厚度 其實你一刀已經難了 就是你一拼一刀 他在那裡已經難了 他是一二三四下 那一定的竹還是放在那裡 證明那刀的鋒利法呢 是過完那個竹之後 那支竹是能夠… 不會因為任何損傷 就是那個傷口仍然很損傷 仍然可以貼在另一個位置 那你就看那支刀多麼豐利 不過這一定是靚刀 那些靚刀在日本很難買的 但是當時他們為什麼會做到這麼… 就是比那些倭寇有這麼多數量 這是難的 因為都不是… 他們日本的人 這些很多可能以前都是出名的人 就是只不過在日本輸了 就是可能以前跟大哥輸了給風神秀吉 變成浪人 那過來這裡賺錢而已 那他本身都有些加勢的 就是總之沒有事 日本當年都是有錢的 那些刀是他們的身分象徵 就像現在人買Roll一樣 我又覺得有解釋 因為搶案回來 你起碼也有錢買刀 是啊 他最初沒有的 不過他搶了就有 就是等於你買… 就是等於你買… 即等於你買… 喂…如果我出去搶 我搶了就買一支AK回來 大哥 對… 所以等於你今天有支AK 為什麼 就是他沒有的 我有錢 我回到自己各家買吧 但是明朝那邊就不是 明朝那邊就差點 加上他入明朝當時的鑄刀術都好像差點 是啊 鑄刀、鑄刀術 後來在戰場拿了日本刀 就回去讓那些師傅 都做不出 跟著做也做不到這樣的手工 所以後來他做了那把 現在叫苗刀那把 即是他叫偉刀 即是窩刀 他那個弧刀也做不到 仍然是做到直 然後到頭頂位才弧 所以這個技術其實很難 因為他那個是… 其實你看到那些鋼為什麼是弧呢 是因為他用那個水 他把刀很熱的時候 你浸下去就會縮 那他在浸水之前 他在刀上面其實是下了泥 變了把刀受熱不平均 變了一邊縮得快一點 一邊縮得不那麼快 刀就有弧度出來 這一個是要很高技巧 即是那個師傅 那個打刀師傅很高技巧 才能夠做那把刀的弧度那麼漂亮 在大陸就可能差這樣一點 即是當年 但剛才我問那個大刀的時候 譬如說他先砍銀 你大刀可以隔 即是如果隔他 日本刀也會斷 那他就不跟你隔 他不會跟你這樣 即是他走過來 一下子就下了 那換言之你真的不夠人快 是很快的 其實本刀很快的 你看看現在香港也有一些 劍道協會 他每年都有一兩次比賽 那你現在上去看看 其實你看到其實很多 你看到是絲絲文文 又好像很弱 被一隻棍拿著 就很不得了 很不得了 好了 第二個就是棍 歷史上對余大猶很不公平 因為特別你看一下 胡金泉拍那一套 即是現在這一套 好像余大猶很頹頹地 除了一隻棍 但是你看之前 胡金泉拍《忠烈圖》 就是他做主角 是 歷史上 其實余大猶是一個很中籍的人 但是制度很差 是 沒有朋友 但是從歷史上來講 就是 他那套棍 那套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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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如果有看 《蕩救風雲》 那你如果就算沒有看過他 現在你在YouTube上 有一節 就是講套棍 那套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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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謂 大家玩棍 那兩個其他打得 就是相當之好 那尤其是趙文卓 那一下 那些 如果你不懂棍 就沒有看過功力 就是他握得很厚 很厚 很厚 他就可以了套棍 變成雙手劍 對 這個就是 一個是長一個短 這個我們可以介紹一下 就是 照計以我理解 在真正的戰爭的時候 在古代 那支棍或者那支矛 一定要很長 那以前 因為我小時候 老師是學紅拳的 他經常跟我們講 這個五郎八卦棍 你看看 你不要當劉家庭 那套棍是假的 在歷史上 真的有楊家槍 就是楊葉的國家 他們在戰爭上 他們有用那個五郎八卦棍 你說是不是真的 楊五郎 我就不敢戴 那支棍 要我們去看 就去到十尺 很難練的槍 我那個老師當時說 他在戰爭上 他拿著這個 就是那個尾部 就在發的時候 周圍那些就要 散開 散開 就是衝鋒的時候用的 你會不會 留在這間 那邊 我會不斷 有用的 我會不斷 你會不會 作詞